正所谓民以时为天 踏上云顶梦号 怎能错过海上用餐的美好瞬间呢 您知道吗 在邮轮上有两家餐厅 是船客可以免费享用的 第一家是Dream Dining Room Dream Dining Room可分为两层 上面那层是吃中餐 而下面那层则是吃西餐 如果你想品尝清真美食 也可以选择到The Lidle用餐 但是到这几家免费餐厅用餐 是有一个小规则的 就是每个用餐时段 都只能选择一家餐厅用餐 例如您今天午餐选择了 Dream Dining Room的西餐 就不能同时选择另外一家餐厅了 但是晚餐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吃回同一家餐厅 我想应该是上辈子鸡乐福 今天居然有机会品尝到 Dream Dining Room的西餐 据说这里每餐都会有三个主餐选项 今天我们可以选择鸡肉 鱼肉和牛肉 当然您可以选择超过一份的主餐 饮料方面有果汁 茶 咖啡等饮料任你点 果汁都是新鲜榨取非常推荐 点完餐之后 就可以到沙拉台去拿沙拉和水果 不仅如此 这里还有无限量的甜点 让您放松心情 如果您觉得这两家餐厅 无法满足您的口腹之欲 在云顶梦号 还有许多的餐厅供选择 例如火锅烧烤 日本料理 衣饰甜点等 当然这些餐厅都是需要自备的 如果有机会上船游玩 一定要好好感受这里 与众不同的美食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